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所有的防疫工作做好做满 可是有一个小漏洞 那就是在车上因为太口渴了 因此有把N95口罩拿下来喝了一口水 结果研判可能就是因此而中招了 今天指挥中心被问到的问题 当然就是部长或是指挥官 到底什么时候会离任呢 来听听庄仁翔 他真的是好艰难 目前部长将参选台北市长 但是现在目前还有疫情 还有B.A.4跟B.A.5的威胁 那不只指挥中心维持一级的开设 那法权也没有降级的打算 所以外界也好奇说 指挥官的下任人选 是不是会由卫副部长来兼任 那或者是说何时会做更动 您说的是指挥官 我们这边大概只能回应指挥官的部分 那指挥官的部分 由于目前是一级开设 所以是由行政院这边来指派 那至于说部长他或指挥官离任的时间 这个当然是由这个行政院这边来决定 那所以有关这个B.A.点 就是这个条件的部分 相信这个行政院都会做最适当的安排 周仁翔能说什么 他只能说相信行政院会有最好的安排 民进党的选对会 昨天确定要征召陈时中来参选台北市长 那么陈时中事后也发出声明 除了抨击台北市停滞太久 还说责任来我就扛 他说防疫是这样 选举也是这样 可是这句话似乎让网友炸锅了 网友就质疑说你要扛什么呢 三加十一是用嘴扛 甚至还痛批陈时中参选 是上帝丢下来考验台湾人的噩梦吗 虽然说陈时中会参选并不意外 可是民进党宣布要让陈时中选市长的同时 我们的确诊人数突破了四百万 累计已经有近八千人死亡 而彭博六月份的防疫任性排行榜 我们还调到倒数第二名 到目前为止 指挥官似乎没有一句检讨 立文他到底负什么责 所以整个民进党都跟我们台湾 活在一个平行时空里头 陈时中就是以不负责出名的 只要出了问题他一定甩 他不是一定扛 我们来看一下报道 民进党确定征召陈时中参选台北市长 他强调责任来我就扛 脸书粉专却疯狂被洗版 网友狂问你扛什么 三加十一你用嘴扛 那我来扛叶欣啊 还有人欺诈红民进党 选举一条龙治国一条虫 酸着真是上帝丢下来 考验台湾人的噩梦 每次有责任来他不是都躲吗 有功劳的时候他才要当 有功劳的时候他不是都甩锅 烙跑去参选台北市长 我想这是非常荒谬 也非常的讽刺 这不是扛者 这是完全谢责 他成为中华民国防疫史上 第一位烙跑的指挥官 台湾人民会永远记住这一刻 连回应都不敢大声说 因为决定参选激怒一票群众 统神怒呛陈时中防疫无方 说孩子确诊高烧到四十度 如今全台累计有四百万例确诊 陈时中也无所谓去选市长 怒哄我一定送你下去 就连挺蔡英文的馆长都开中炮 批防疫贷款根本是徒利 这种指挥官有啥资格选 蓝军更挖出2017年陈时中 说病人常跟我说 不要弄到一半你就去当官 现在时中如一又落跑 2020年时还说不喜欢吃碗内看碗外 如今自己被回力标几罪 网络上还有89.51%的群众 反对陈时中从指挥官转阵台北市长 恐怕这落跑的骂名 会持续搁着他到年底 实在是没有办法华丽转身 只能用这种硬拗的无力转身 我们看到7月10号民进党的选队会 宣布要征召陈时中参选台北市长 当然大家通通都不意外 大概这个礼拜三的中常会 蔡英文就会正式宣布了 那宣布的同时 陈时中也应该要马上辞掉 他所有的官职去选他的市长 那接下来指挥官到底是谁呢 是回归正常的体制 由苏贞昌行政院长出任 还是由新任接他的卫福部长来出任呢 重点就在于说 现在防疫还在非常紧张的关头 而且接下来新的变种又要进来虎视眈眈 就在这个时候跑掉了 是不是让人家觉得非常的傻眼 这也是全世界跟不上台湾的 那陈时中的说法是说 责任来了我就扛啊 讲得很好听 但是一听了大家就气爆了 他的仇恨值已经够多了 现在呢一开口呢 真的是激怒选民啦 所以呢这个台北市政府现任的发言人就讲了 陈时中呢说责任我扛我负责是非常的空洞啦 徐晓芯也说当时三加十一破口的时候 陈时中不是也说我负责吗 结果就是什么责通通都没有负 还告诉大家说三加十一怎么会是破口呢 指挥中心的副指挥官就说 破口明明是万华不是三加十一啊 没有会议记录 没有任何的 一开始他还想甩锅说不是他做的责任 后来他认了 认了以后呢又说死八百多个人干三加十一什么事 干他什么事 这就是他的负责啦 所以网友就说这真的是上帝丢下来考验台湾人们的一场恶梦啊 用嘴扛我也会啊 不需要你来啊 我也可以当指挥官啊 正是选举一条龙治国一条虫 三加十一就是用嘴扛 那选市长要不要脸来扛呢 他已经找不到他的脸在哪里了啦 好 我们看到7月10号下午才宣布征召网上 陈时中就马上成立粉砖 其实呢 他的这个部队早就已经驻扎好了 准备好了 随时要开拔了 好 许晓星就说了 请问三加十一我负责这件事情后来是怎么了 有具体的检讨吗 有陈楚吗 绕跑的市长算是一种负责吗 指挥官弄到一半就跑掉 那跟他以前当牙医的时候完全一样果然是时中如一啊 这个时中如一呢 获得了超过4000个赞啊 大家都非常的认同 一片哗然 对于陈时中居然有脸有嘴说出这样的话 真的是大家都气爆了 而他以前当牙医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呢 他说啊 病人常常跟我说 哦 你不要把我牙齿弄到一半就跑去当官了 所以呢 大家都知道 他呢 就是一个会搞到一半 只要有官当 他一定遭地了 所以绕跑 这样子的一个习惯是时中如一啊 好 那我们来看到绿营的网红 挺蔡的有名网红 馆长就说了 不要忘记哦 他根本就影响了我们的经济 不是只有疫情没有搞好而已啦 蔡政府的防疫贷款 根本就是在用疫情做人情啊 讲穿了就是在图利啊 所以你想想看 从口罩到疫苗到快筛 多少的暗卡在里面 多少的黑幕在里面 又有多少人从中涂了多少力 那这些人怎么回馈呢 陈时中不选举 怎么回馈 一定要选的啦 网红统神就说了 小孩发烧到40度 大家还记不记得指挥中心的指引是说 只能在家休息 因为41度你才可以送医啦 有这种事吗 有这种父母吗 有这么残忍的吗 好400万例耶 台湾确诊的有400万例耶 你还无所谓还可以跑去选举哦 现在指挥中心还开设着呢 每天还是下午2点 有在开记者会 只是他没有再出现了 在这种情况底下 你可以防疫防到一半跑去选举 这真的是天下 真的是绝无仅有 只有台湾看得到啦 所以他就说了 如果你去选市长的话 我一定送你下去 所以可见了 他又宣布的这一天 真的还是把大家累积在民怨 一下子就炸锅了 仇恨值这么高 他出来选台北市长 会不会是姚文志第二呢 大家拭目以待 陈生说责任来我就扛 但是呢 这个侯汉庭就有很多问题 要问他哦 好 这些责任你扛不扛呢 第一个 去年8月之前不做入境普筛 你没责任吗 第二个 去年不给机师优先打疫苗 你没责任吗 第三个 去年三级警戒800条人命 你没责任吗 第四个 去年疫苗要靠民间捐 你没责任吗 第五个 今年3月24号 决定不打儿童疫苗 你没责任吗 第六个 台湾防疫被评是吹牛 全球倒数 第二你没责任吗 第七个 小吃店 电玩店 假快筛 祸乱全台 你没责任吗 第八个 连两年疫情来临之前 快筛病状 疫苗药物 全都准备不足 你没责任吗 所以这些责任 陈时中会不会扛呢 责任来他扛了吗 好 先前呢 这个不断的在野党啦 媒体都问陈时中 是不是要选台北市长 他迟迟没松口 但是选对外一征兆 结果呢 哇 发现他粉砖早就准备好 立刻成立上线 马上拿到蓝勾勾啊 可是结果呢 底下的留言 最多人按赞呢 就是徐巧新的留言了 徐巧新就直接问他说 请问三加十一 有具体的检讨陈处方案吗 落跑选市长 算是一种负责任吗 所以啦 我们要请教一下费委员 是不是真的就像 徐巧新说的 是时中如一吗 他是北医牙医毕业的 这个我跟他 我认识他很多学长学弟 我曾经问过他三个 三个人 他说他会不会学 我问这个话是一年前 他说他一定会学 只要有机会 他一定会学 嘴巴上又去 又去好像去讨巧 我真的 大家刚才讲的 真的我再帮大家回味一下 当前年 两年半前 这个疫情爆发的时候 当疫苗开始出来 东洋再回味一下 东洋林全的代理 都东洋要去买BNT 就是打 就是打 连林全跟蔡英文 他当个行政院长 跟蔡英文的交情 大家都知道 都知道很好 林全就最后 讲了一句很无奈的话 水很深 他不完了 等到去年 疫情大爆发以后 郭台铭 慈济 台积电 都要送给政府 就是党 党的目的 现在大家看懂了 就是为了要护航高端 高端一记多少钱 八百七十一块 五百万计 再加五百万计 我们这五百万计 就是四十多亿 现在打了多 跟各位报告 打了大概打了三分之一 三分之二就陆续地 就要把它太除掉 为了 我们太除了 多花了三十亿 请问 所为何来 挡了BNT 挡了别的 人要进来 只是为了高端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的朋友 我不知道这个朋友 在今年选举 会不会给他捐款 我们在看去年 三加十一的大爆发的时候 我们在立法院 包括我开机子会 那时候我跟立委 我们是当党团队 开通二续子会 问他 他说他负责 负责负到最后 他讲说 三加十一根 死了八百多人 有什么牵连 去年死了八百多人 今年死了七千 七千 快八千人 总共加上快八千人 请问陈时中 刚才蔡英文 有跟这些家族们 说过一句抱歉的话吗 有跟他们现在脸书上 留着说 对他们慰问的意思吗 没有 只会对总统的狗 去慰问 只会跑去跟 不相干的人去慰问 平安讲 陈时中欠人民 一个道歉 欠人民跟关怀这些 死了八千多个人 这些冤魂 再看 最可恶的 在将近两年前 我们在不断地呼吁 用快筛四季 去先把低线的人 先把他 先把他这个 先把他保护起来 说怕伟扬 真的是 不认真又不用功 伟扬啊 伟扬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最多就浪费 那个快筛四季嘛 我们怕的是伟 不是怕伟扬 一点学问都没有 结果进了快筛四季 用政府的力量 去保护绿油油 还有假的 还有开小吃店的 还有卖印刷品的 都从来卖 他们都可以卖 三百多个 申请案子 准了 他们三十几个案子 种种的 平安讲 陈时中 你对了起这些 八千多人的 往生者吗 你又没想到 这些往生者的家属 心里有多痛吗 你的在管 在管 24小时就要烧 家人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去给他 见最后一面 因为你种种管制 让很多人 在路程 去找医院的过程里面 就枉死 难道你不该 跟这些人说一声 说一声道歉吗 你脑袋里 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为了 你自己的选举 我们倒是 真的想要看看 不管是卖快筛的 或者是 高端相关的人 这次到底会捐 多少钱给他 那等到时候 看他所公布的 这个政治现金的 这个捐款人 好 不过呢 民调显示 有89%的人 反对陈时中 在疫情还没有缓和之前 就去选举 就连网红捅神 竟然都跳出来 因为捅神的小孩 确诊高烧 40度 可是你记得吗 那时候说 要41度的时候送医药 好 结果呢 这个他就质疑说 陈时中现在400万人确诊了 你无所谓吗 他还说 如果陈时中出来参选的话 一定把他给拉下去 甚至就连 这个挺菜的网红 馆长 甚至先前都说 要对陈时中 呸口水 还说不要忘记 就是他影响我们的经济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过去这些年来的选举 绿营似乎靠着大内宣 靠着网红 打赢了一场一场的选战 但这一次 这场选战 有点奇怪 有点微妙 我们要请教一下 学恒哥 如果连网红都在质疑陈时中 那年底的选举 这个责任陈时中 扛得起来吗 我应该这样讲 陈时中没有关系 你来啊 你来嘛 来 来 来 我这辈子从来没有看过 一个候选人 这么厉害 来台北要选举 起手势就说 我觉得你们落后 台北停滞很久 我们台北市民 是有被虐待狂 是不是 一个过去从来没有过 地方治理经验的人 一来就呛我们落后 一来就呛我们停滞 那好啊 去找一个小地方 先去选一个里长 你有什么资格告诉我 你觉得停滞 而且还没完 台北为什么停滞 是因为你去年说 万华是疫情的破口 万华也是台北 我们台北人 从来没有被这样羞辱过 你觉得陈时中 是我们的爸爸吗 谁 哪一个政府官员 敢讲 他将来要当民选首长 那个是 是疫情的破口 我从来没遇过这种事情 你的棋手势就是批评 打压贬低 那好啊 你来 你来 我们看陈时中 能在台北有多好的表现 陈时中 今天来台北 跟林嘉隆去新北 是一样的道理的 我已经讲过很多次 国民党如果聪明的话 要把北四都当成 同一场选战打 北北击逃 每一个来选举的人 你都要问他 陈时中 请问你觉得 林志坚的论文 是不是抄袭 林嘉隆 请问林志坚论文 给你口试 你当口尾的话 你会不会给他过 蔡适应要不要支持林志坚 这全部都是同一场选战 你只要一起这样打 你就可以想出一条新路来 同样的 去问陈时中 桃园也被你说是 所有病例最多的地方 请问林志坚 知不支持陈时中 所做的决定 整个布桃外面 跟布桃的那些 医护们 知不支持陈时中 过去做的好棒棒 让你们被关在那边 让你们被污名化 你知不支持 整个北市都在过去的 疫情时间吃尽痛苦 疫苗给的不公平 快筛给的不公平 大家还没有忘记吧 台北那个时候 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陈时中就是你 你优先把快筛往南部丢 请问台北人不是人吗 我如果被这样小看 我绝无可能投给你 那我们讲直接一点 哪些塔律班要支持陈时中 尽管来 你看有多少议员 要跟陈时中站在一起 我们来看看嘛 民进党觉得这是前所未有的大团结的时候 请大家仔细看 为什么下午陈时中出席那个活动 那个是张茂南的就职的活动的时候 底下的民进党议员 连制服都穿得哩哩啦 因为事出仓促 原来台北是要派陈建仁的 是陈建仁不要 才轮到陈时中的 所以话讲的是一样的 台北人为什么要一个二军 你不但陈时中是二军 你派出来那些竞选团队也都是二军 张茂南 陈建仁 吴思瑶 什么时候这些人能够超首都市长的选举 你在开我玩笑是不是 这些人有的连立委都选不上 有的从来没有超过选举盘 那你告诉我派这样子的人 在台北有认真要打仗吗 简单来说 我完全支持陈时中来选 你就来看看被你骂过 被你凌虐过 被你苛待过 被你践踏过 被你折磨过的双北民众 会不会支持你 拥抱你 就请你来 很多人一定很想知道 最后万华会开出多少票 不过柯文哲就被问到说 陈时中要选市长 他就说其实他比较关心 谁来接指挥中心的指挥官 毕竟我们的疫情可还没有结束 没有想到包括卫福部 指挥中心现在是一问三不知 庄文哲说行政院会做最妥事的安排 罗平成说要等陈时中提出辞诚 之后才会公布接任人选 好 现在传出说为了避免疫情影响选情 陈时中他自己是大力推荐次长薛瑞源来接任 因为据说这样可以延续陈时中的政策 让选举没有后顾之忧 问题是疫情是瞬息万变 防疫也是刻不容缓 那现在连谁接卫福部长 指挥官都得要为陈时中来量身打造吗 难道BA.5会停下来配合陈时中吗 我们要请教一下萧林委员怎么看 我想刚刚谈到这个陈部长要选台北市 那其实大家都知道没有悬念一定是他 只是他上个礼拜好像才讲说 没有悬议何来退役 就自己就把自己旋转的空间一直对外放话 那结果今天才昨天晚上公布 好像晚上那个粉砖就变蓝勾勾 这个其实当然有备而来 整体上面来讲 我刚来的时候 这个立任司机一直问我说 委员为什么这个小英总统 是不是跟陈时中感情很深厚 为什么一定是他 我觉得大家都在讲说 一个指挥官功过未论之前 大家都应该是比较谦虚的面对疫情 面对台湾现在在整个防疫里面 叫做任性倒数全球是第二 真的这个数字让我们真的是跌破眼镜 心惊胆跳 如果这个是在去年这个时候 我想大家还开始在面对说 各国的疫情超前部署情况之下 各有经验不足 可是人家走在我们前面 这半年来看到陈时中在防疫能力上面 真的是荒腔走板到极点 甚至他的能力已经让大家开始回想 那这两年多来 是谁在帮忙扛 是哪一些地方政府首长 不管是柯市长 侯市长 这个北市都里面最辛苦的这些首长 难道没有这个建议过吗 为什么总是在最后责任你不用扛 功劳都是你在染 所以今天好像你是总统清定 一定要来台北光复你们民进党执政 这样的一个历史大则 到底事实是什么 真相是如何 我觉得刚刚学恒讲了很多 很多的市民或者是网民们 已经抛出很大的心理疑问 你不用负责任 然后口口声声台北市非你不选 好像就不能代表执政党的意志 是什么原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回过头来大家讲你落跑指挥官 落跑部长的时候呢 你就说责任来了我扛 就让我想到林志监市长说 求来了我就接 他们到底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不能说我真正的职责 跟我真正的最爱 是能够把疫情走到台湾 起码八月底九月 这样的一个跟国际上面呢 人家在开放的时候 我们还能够有一个 比较整腻的一个规划 不是 你就说时间到了 这什么时间 就是他们7月17号 全代会要过的时间 好 第二个 昨天礼拜天 他们整体上面就定了 双北两个龙中配 龙中配 这名字我也不晓得意欲为何 但基本上真的有点像 刚刚学生讲的 就是被位都来 新北不是这个林家龙最爱的 但是他好像也是责任来了 不得不扛 那台北现在看起来 本来主义的这个陈建仁 结果现在好像是陈时中的时候呢 他就说责任来了我就扛 到底在执政党的算盘里面 把双北这么重要的一个 大都会生活圈的首长的 这个参选人当做什么 当做你政治上摆放位置 还是你现在有什么事情 要继续把它掩盖住 所以有一些人要从重要的角色上调整 要从位置上下来吗 这是第一个我想大家都在直看的地方 那第二个就是指挥中心的指挥官是谁 这件事情很重要吗 我相信他们会把它渐渐的当做不重要 第一个就会暂时把这个第五类传染病下降 变成第四类 所以以后指挥中心真的每周每天要开吗 大概不会了 很快的我相信他们就会用病例数低于一万 然后这个降级 同时指挥中心看人就是一个礼拜 有一两天或者是几天 有刑事上面的一个召开 所以这时候指挥官是谁这么重要 不重要 但是部长是谁这么重要 当然重要 回归到就是里面的几个梯队 要准备在政策上面或者是他们在官运上面的调整 所以大家都在看部长一离开之后 谁是接任部长的人 那现在传出来的不管是薛瑞元或者是我们立院的这个邱太元 这个委员都有机会 那总之我想还是心里面最难过的就是两年半来 8400亿的纾困预算里面 4500亿跟这个疫苗的这个采购有关 3400亿跟疫苗接种受害救济的基金有关 结果发出去多少疫苗接种受害救济呢 有几件案子成立 你们愿意承认这个疫苗在施打过程里面 可能我们的顺位 以及我们对于一些这个病友 他们的这个预防性告知或者是诊断经验不足 赔过多少 完全没有 所以我相信大家在讲 不是只有追究三加十一破口问题 还有很多是疫苗接种受害 几百个这样的家庭伤亡的这个家人 到现在不晓得该怎么办 所以我想论功过来讲 从防疫到现在的大家认为 陈时中部长是不是适格 现在离开指挥中心去选市长 我相信大家心里面已经有答案了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遭到枪击身亡震惊全球 没有想到林志坚的后援会群组当中竟然有人说 安倍中枪论文应该没事了 林志坚福气大连老天爷都帮他呀 这消息传出之后林志坚马上说 没有没有这是一个假账号的不当发言 他也再度重申中华大学论文他有参与 而台大论文是他原创的 可是网友就秀出了一份叫做 全国高中阅读心得写作比赛的规范 上面就写了字数不得超过五十个字的重复 而且参赛者还必须要签切结书 那么网友就痛批了 连高中生都知道不可以抄袭 可是林志坚有一两万个字雷同 不只没事而且还可以继续当硕士 怎么差这么多啊 其实如果林志坚不是因为他是 柯建民的这个大立委的大助理 然后后来又当了市议员 又当了市长的话 他也跟高中生一样乖乖的不敢抄袭 所以在台湾就变成是 你教书的孩子怎么打死 官越大越可以胡作非为 然后越是小老百姓的就要越乖乖的守规矩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林志坚他7月9号的时候就说 他说中华大学的论文 他自己有参与 有参与不是应该全部从头到尾 都应该是你自己写的吗 他是说足科的那个研究计划 他有参与 有参与并不代表 你就可以把人家的东西拿来用 就可以拿来偷 好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这个 这个民歌新的歌 我有参与的话 到时候这首歌也可以放在我的专辑里面吗 可以这样吗 他说国发所的论文 他自己是原创 所以咯 是学长抄他的咯 那还是陈明通 强迫他的论文 要让他的学长抄呢 那这个学长的论文也应该要被撤销吧 他的学位也应该要被撤销吧 他说抹黑的人 是你自己硬拗的太难看 斯文扫地 让我们来看一下网友翻出来的 全国高中阅读新的写作比赛的规则里面就写了 不得抄袭 不得模仿 如果查证属实的话 下阶段就要停权 累积两次 永远停权 他已经累积两次了 林志坚 他说得奖还要取消资格追回奖状 没有错 所以中华大学跟台大 就应该要取消他的学位资格 并且追回他的学历 好 内容摘入需要注明文字的出处 页码 还有引用的资料必须要加引号 否则就视为抄袭 而引用的字数不得超过50个字 是不得超过50个字 不是不得超过50页 好不好 林志坚 有人这样子50页都用抄的吗 超过是格式不符 好 所以呢 林义华委员就说 林志坚 也年纪都这么大了 大过高中生一轮 可以当高中生的爸爸了 还不知道论文不能够抄袭吗 真是羞羞脸 彭景彭教授 台大政治也出来讲了 说林志坚的论文 根本就是抄袭加拷贝又加剽窃 没有看过这么嚣张 这么严重的 论文通通没有引述 还想要偷偷的蛮混过关 这是胆大妄为的公然 抄袭 好 那所以我们再来看林志坚就说了 你们这样子讲 可是我中华大学的论文的指导教授 都已经出来帮我背书了 贺力行都已经声明了 都已经认同了 没有错 不但贺力行帮他讲话 陈明通也帮他讲话 整个中华大学都帮他讲话 贺力行 我们来看看这位伟大的教授 30年可以指导473个硕博生人 可以说是非常的量产 所以李嘉童才会说 如果教授们都好好的守本分的话 就不会有这种学生了 平均一年指导16个人 最高一年之内指导完成 有近30本的论文 非常的多产 那么我们就看到蓝营爆料说 他们根本就是一个 结构性的共犯结构 我就说嘛 中华大学等于是党校一样 来看一下 不是说中华大学要出来讲话吗 问题是中华大学的现任董事长 居然是民进党的发言人 你认为呢 然后呢 他的公公 杨玉泉 就是中华大学出资的金主 也是民进党的金主 那个拉近一点 不然的话 这个观众会看不到这个字 然后呢 杨玉泉呢 他呢 在蔡英文总统大选的时候 还捐了400万给蔡英文 就是他的金主 那杨玉泉跟林志坚呢 两个人呢 还曾经共同的拥有土地哦 所以你就看到 是多么的麻吉了 好 那刚刚讲到呢 帮他护航呢 他的指导教授贺立行呢 贺立行呢 他本身也是杨玉泉这位 就是中华大学出资人金主 他的公司的子公司的读懂 所以啦 杨玉杨玉通通都是自己人啦 我就说嘛 这根本是 根本是党校一贯出品 其实就是一个专门的学店 专门帮民进党来洗学历的哦 但是中华大学也就算了啦 台湾大学 台湾大学耶 台湾大学可以在陈明通的主导下 沦为三流学店 变成绿营政客 洗学历的一个学店吗 可以吗 可以把全台湾最重要 最知名的学府的招牌 给砸了吗 那我们就来看看 台湾大学会怎么处理 不过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因为维安的疏失 被当街枪旗逝世 总统蔡英文也特地到 台日交流协会去哀悼 现场维安都绷紧了神经 不过蔡英文要求全国都要为 安倍来降半旗 专家就炮轰说 这恐怕根本不符合法规 有降低国格之嫌 安倍晋三在大街上被枪杀 总统到台日交流协会悼念时 伟安大紧绷 但蔡英文要求吴越和各级机关 为安倍降半旗 却掀起争议 因为根据法规 除了总统副总统逝世 或是228之外 必须要对我国有特殊伟大贡献 或是对世界和平有贡献 以及现任友邦元首逝世 才能降半旗 但安倍显然不符条件 安倍有讲一些话 让民进党觉得受到鼓舞 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后来日本方面的解释是 可能要考虑如何从台湾撤侨 指标一个就是诺贝尔和平奖 他没有 甚至我印象中 他为了要巴结川普 还帮川普提名做和平奖 因为现在去蹭安倍 对蔡英文来讲 是符合他的政治利益 去年我们的友邦 海底叶总统被刺杀 怎么蔡英文一点反应都没有 所以这就很明显 这是一个政治操作 一个政治动作 专家说国家不依照法令 贸然江半旗是矮化国格 而江半旗根本不是为了交情 背后都是政治利益 台湾人对日本太过也单相思 因为我们的CPTPP是日本在主导的 其实他是可以用力的 安倍是因为要反中 所以才讲一些清台的言论 发达日本周边的安全环境 那当然就不单的炒作 台海的议题 他为了达成他日本自己 本身对日本的政治目标 今天陈时中跟着苏贞昌 一起前往台日交流协会悼念安倍 不料陈时中在写留言卡的时候 一时接近他忘记了 心存感谢的存这个字要怎么写 结果那就把存给写错了 为了避免写错字很失礼之好 赶快又重新写一张 网友就说连存这种不太困难的字 都不会写到底要怎么选市长 不过今天各级机关学校 都降半期一天 这样做法也引发了议论 因为其实这降半期 我们是有法规的规定的 当中有明确的三项条件 要对国家有特殊伟大贡献 要对世界和平人类进步 有伟大的贡献 或者是现任的友邦元首 先前我们的友邦海地总统 被狙杀的时候 蔡政府也没有降半期 那安倍显然不是现任的友邦元首 那不知道他到底是符合哪一条呢 我们要请教一下学恒哥 因为哀悼国际的友人 有很多种质疑的方法 可是全国降半期 事关国格 这是蔡总统想要降 就可以降的吗 我觉得先这样讲 第一个 如果你是真心要去哀悼别人 你的字会先练过 也就是 纯这个字难不难再讨论 但是你到了现场 连纯都不会写 表示你在家里没有临摹过 没有写过 基本上我都已经不想要追究说 那一整篇一点文采也没有东西 是什么样子的幕僚写出来的 但是你在家不练 现场拿了笔要写 不要下 在外交上很失礼 那你今天既然想要选首都市长 让人家看到这个丑态 第一个我觉得不好 第二个我必须要讲 我的立场跟其他人不太一样 今天主要的问题是 在这一件事情 降半期上面 并没有完全遵守国企法的规定 也就是总统府应该要先出 包扬令或者是类似的文件 告知我国国民 安倍晋三对台湾的重大贡献是什么 促成AZ疫苗的捐赠 或者是拿了凤梨拍张照 这都好 你没做这件事情 就小编要求 各位请注意 总统府是没有任何官方文件 就小编在脸书上写 我们要做一个隔日要降半期的动作 那请问你的官方文件在哪里 请问你告知人民 安倍晋三前首相 对台湾的重大贡献的官方文件为何 你今天总统府 因为都是小编治国 所以你小编写了就算 那可不可以告诉我 总统府的官方立场在哪里 你今天并不是因为我在脸书上写了 所以全国就要降半期 你必须要释出有因 依据国企法的第二项 就是他对中华民国 对台湾有重大贡献者 请告知重大贡献是什么 这个才是一个完整的礼节 你知不知道要对人家献上最敬礼 献上最敬意的时候 你不把整个流程走完 最后安倍晋三在历史上 你如果去查历史 台湾会变成因为蔡英文的脸书 小编这样子写 所以我们降半期 那这是一个有礼貌的事情 这是一个遵守国际礼仪的事情 我觉得这是一个太过草率的做法 小编讲了就做 那以后干嘛 以后我干嘛需要蔡英文 以后都小编治国就好 小编受访 小编站出来贴文 我不需要这个虚伪总统 对比其他的日本首相 安倍确实是比较有台 那包括像是捐赠疫苗 采购台湾的农产品 他确实也出了力 绿营认为因为安倍曾经说 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所以对台湾有重大的贡献 符合资格要这样半期 可是借文及大使就分析 他说日本政府后来有解释说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是说如果台湾出事 要从台湾撤侨的意思 好 而且安倍对于台湾 要加入国际组织 甚至是日本主导的CPTPP 其实也没有表态支持过呀 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费委员 安倍挺台湾 他的出发点到底是有情有义 还是是为了日本自身的利益呢 台湾为什么会有事 就是美国跟日本一天到晚 在那边挑 要台湾去帮他们去 跟中国大陆打仗 台湾为什么要出事 这是存好心还是不存好心 大家这司马刀之心路人皆知 刚才讲到降半期 要符合国旗法之外 我们再看日本有没有降起 日本的国旗有没有降 日本没有降 东京的铁塔也没有亮灯 我们降半期 我们一里一昨天还亮灯 真的我是觉得不符这个比例原则 也不符合我们相关的法令 我对日本二十大政治 对中华民国的欺负 我是很感冒 1971年 当我们被迫退出联合国的时候 第一个跟我们断交的是谁 日本 日本真的对我们好吗 安倍当了两次的首相 都到金国神社 到金国神社是什么意思呢 金国神社 在里面祭拜的都是 二次大战那些罪魁祸首 像德国他们对纳粹 是不可以去歌功颂德 也不可以去拜的 他们存心的认错 日本人有存心的认错 有忏悔 有认错吗 不要忘了 我们有多少慰安妇 多少慰安妇 不管是被迫的 被骗的 安倍当首相的时候 我们速度要求 要对慰安妇要道歉 你有道歉吗 我是觉得 安倍对台湾好坏 每个人看法不一样 但基本上 基本上 感觉上 某些时候还对我们算是友善 不管AZ的疫苗 是不是他们不要的 至少还送给我们 对不对 但是我是觉得 当日本人只有 自民党把他的党旗降下来的时候 我们台湾去降国旗 这个到底是为了什么东西 我真的是搞不清楚 我是觉得 刚才学会讲的是对的 你至少 你总统否告诉我 降半旗的理由是什么 至少要那个公文书上要有 而不是你随随便便 中华民国旗要怎么错 不是你蔡英文 一个人说了就算 你只是代表中华民国 我觉得至少 你要符合一个比例原则 日本人都没有降 那我们为什么要降呢 对不对 我们可以讲一下 对他讲的好话 人死了 我们就讲好话 帮我们做即使一丁点的事 我们要感谢 都没有关系 但是我们要有我们的国格 尤其是在对晋国神社 没有忏悔 没有认错这件事情 我是觉得 我们真的是不要 不要从 从 从 某一些很偏颇的立场上 来对他好像是怎么样 人死了 我们对他觉得惋惜 但是我们我是觉得 在降半旗这件事情 做的实在是不好 尤其是不能是脸书的小编 说要降半旗就降半旗 不是吗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林志坚的硕士论文 涉嫌抄袭就有人犯出了 高中阅读心得比赛的规定 说引用的字数 不能超过50个字 否则就算是抄袭 甚至会被取消资格 永久停权 蓝营就算 林志坚怎么连高中生都不如 林志坚硕士论文 蓝军炮轰 抄袭比例高达94% 有人掀出这个规定 全国高中阅读心得 写作比赛规则 明确载明学生写心得 引用字数不得超过50字 否则就算抄袭 一旦涉及抄袭 将被取消资格永久停权 明代炮轰 连高中生都知道不能抄 为何林志坚超个一两万字 却都没事 还能继续当台大硕士 是因为总统 在林志坚的脸书上留了言 应该要来捍卫 学术伦理的教育部 不见了 政治任务抄袭都没事 那以后这些简章 要不要修改呢 大家都来抄袭 都可以得奖啊 真的就因为你官大 因为民进党的红人 所以就没事 文武狂三菱之阶 连高中生都不如 真是羞羞脸 学生心得比赛不准抄 但绿营高官论文 却可以狂抄 这是什么鬼 蓝营起底 尤其民进党发言人李延慧 本身是中华大学校董 而他的公公杨玉泉 不仅是民进党的金主 还是中华大学的创办人 甚至曾经捐给小英 政治现金四百万 是不是因为蔡英文 力挺林志坚没有抄袭 所以中华大学不敢办抄袭 中华大学明明是一所 注册率极低 而且风平不是很好的大学 但是可以拿下新竹 是这么多的标案 可见政商关系水非常的深 林志坚不断重申 他的这个中华大学 指导教授贺力行 帮他澄清 所以他没有抄袭的问题 可是贺力行被发现 他平均一年 可以指导16名学生 最高一年完成了30本论文 网友说真的是超级量饭 而蓝营也爆料说 中华大学的董事长 李延慧的公公杨玉泉 不只是创办人 还是绿营的金主 还在总统大选捐给 蔡英文四百万 而且最夸张 最有趣的是 他很林志坚 共同拥有过土地 而贺力行也是在这个 杨玉泉名下的子公司 担任独董 所以有人说 这难道就是产观学 三位一体吗 萧林委员 我想先回到中华大学 他在这个陶族苗区 其实这个得到政府标案的数量 还有金额 其实是蛮可观的 那不管这个中华大学 现在他的董事长 或者是他的当时创办人 跟民进党之间是不是有这么绵密的政商关系 光中华大学他拿到政府的标案 市政府的 县政府的 还有桃园市政府的都有 那显见他在地方上一定有他的影响力 甚至他里面的学者 应该是有独到的见解 不然不会标案连连都拿得到 那就以竹科这个案子来讲 科管局当年45万 在年底标出去 我们在政府部门都待过 到年级没有标余款 要特别给什么案子的话 哪会在年底的时候这个绝标 然后释出一个标案 一定是有人指示 一定是有特殊性的处理 那整体上面 科管局你对于这个竹科 这个周边居民的满意度调查 要在那个年底给特定人特定学校 特定学者做 为什么 科管局自己到现在不敢出来讲 那倒过来讲 贺教授是赫赫有名 他30年来指导473个论文做博士 近10年 一年可以有30个 30个平均两学区 我想我们费委员是学者 这个非常在意自己的学术上的专业 跟指导的人 那个指导的时间花了心力 你一年扣掉寒暑假剩6个月 你30个博士生 博士生 博士生 怎么指导的 所以想来想去 只有一个用超不是最快 用最简单的方式 拿到让我的学生都毕业 然后呢 我老师们很有面子 因为我毕业的都是赫赫有名的人 某某市长 某某议员 某某立委的大助理 就是我们科总招大助理 这是2008 那回过头来讲 实际上真的大家要很认真的面对 我们这边拿到的是 这个科管局的合约书 大家也都看到了 甲方跟乙方 绝对不可以泄露给其他第三人 而且写的人有保密义务 这件事情 即使你这个林市长参与其中 你当时的合约里面 给予你 你根本不应该站为己有 或者是用抄袭来自己取得论文 那最后是 期末报告的会议记录 6月20号 97年6月20号 记录里面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继续让您补充 赖委员拿到这个足科的合约书的人 一个是合约书的时间 刚刚有讲甲方跟乙方 所以基本上呢 你在里面参与研究乙方所有人 包括你只是发问卷的这个小弟 或者是助理 你都有保密的义务嘛 这个是大家的尝试 那回到这个整个林志坚市长说 他是台大是原创 到现在原创资料没有出来 那回到科管局这个 我这边拿到的是 97年6月20号的 期末的会议记录 会议记录里面就已经确认 6月20就同意结案 表示已经6月20号 科管局案子结 但是你林志坚市长 你的博士 你的这个硕士论文是 97年的7月才出来 那你怎么又说 5月就先写 到底谁抄谁